好 我們今天來到華山文廠 對 在這邊可以吸收到非常多新的知識 可以讓我們變年輕 可以讓我們整個Refresh 身體 那邊有個阿伯 有紙牌耶 好 我們去看看阿伯 走走走 阿伯 你好 恭喜阿伯 不好意思 吊了一下 吊了一下 喔 是韓哥 韓哥啊 那你們今天來這裡是幹嘛 這個問題是我們問你吧 我們是年輕人來這裡的 當然 那韓哥你來這裡要幹嘛 因為我們也是年輕人 喔 所以我來這邊就是要認識牌吧 你懂這種時尚 你懂那種文青 年輕人的 你在玩笑 我沒有跟著潮流走 而且我們要走在潮流的前面 然後我們要逃走的嘛 2019年最具代表性的字 是什麼字呢 我知道 我知道 什麼字 韓 打對了 哇 難怪你再拋一下 你可以表現這麼好 難怪你會 無論如何 一定要跟 跟大家萬事大分 沒錯 對 希望招財在這邊呢 能夠招財大分 嘿嘿 馬上 就要來 烤韓哥烤 這一年來 最流行的用語 韓哥到底了解多少呢 今天的關主呢 就是由我 跟LuLu 我們來當我們今天的 流行用語關主 那就讓兩位好不好 稍微比較資深一點的 什麼資深 今天我們第一題 LuLu請 溫拿 溫拿 什麼意思耶 猜猜猜猜 溫拿就以前的溫拿無虎 溫拿無虎 真的很老耶 真的好老 不是 溫拿無虎 溫拿 不是 跟台語沒關係 我給一個提示 I am loser you are 溫拿 你家 是嗎 答對了 溫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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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因為要用很老派方式解釋 第二題 UCCU UCC是咖啡嗎 是咖啡嗎 你 U嘛 接近接近接近 對真的 你失去的你 你已經到門口了 你接近了 差一步 你試試看 UCCU 你有沒有感覺到 UCCU 我知道 你看看你 答對了 UCCU 你看看你 OK 下一題 靠櫃 講話講快一點 靠櫃 靠櫃就是 不去擺貨公司 對 是靠櫃 對就是靠櫃 年輕人就是我 好再下一題 叫做我 可波 可波 我覺得有一點靠近 大概差這樣子而已 差這樣子 可波 你會這樣說 欸 招財啊 你怎麼那麼笨啊 你真的很可波啊 可波的意思 答對了 喔 神聯想 什麼 再下一題 快樂 肥宅水 菜種飲料啦 快樂 可樂 肥宅水 答對了 我們這種肥宅最愛喝可樂 下一題 一拜 一拜一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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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拜就是 一拜一拜一拜 不是不是不是 答案叫做 吹油門吹到底的意思 你加油 一拜 一拜 一拜一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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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形象到ONG了 ONG ONG 好年輕 好年輕 大概兩年前啦 現在還在用 ONG 好難喔 再下一題 吉他 吉他 這個我知道 吉他就是 告他 的意思 登登 答對了 有位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吃不到的字 跟告他 就差一點點 他們喜歡 隱惠的說 對對對 再來這一題是政治相關 有一個人叫 510 欸 哪位啊 510 韓國瑜啊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510 蘇貞昌 侯友誼 看哼哥平常有沒有 在看新聞 我的薪水 沒有250萬 我知道 不是 我知道那個 我的薪水沒有250萬 我的薪水只有248 你怎麼可以說我250呢 那個 那接任的是誰 接任韓國瑜的那個人嗎 對 那我真不知道 蛤 那有時候他名字忘記 你姓蔡嗎 沒有啦 吳英寧啦 喔對啦 吳英寧啦 大家都叫510 再下一題 是 塑膠 塑膠嗎 就是你當作我塑膠的 是那個意思嗎 跟手機有關 跟時代的產物有關 塑膠 塑膠 貼膜嗎 我示範一次啊 我女朋友 他都塑膠我 已讀不回 答對了 蛤哥好厲害喔 好 下一題 咖啡話 這個根本就不是年輕樣語 這個是 8加9用 對8加9 其實 我前路有示範 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你怎麼這麼多咖啡話 嗯 我知道了 八卦是非